好 再來我們要再更進一步介紹 這個珠園裡面一些相關的性質 我們先把這個圖放大把它拉出來以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圖 其實看起來好像挺嚇人的 我們細細幫忙解說一下 首先第一個我們還是離不開這個 點到點的距離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動點到焦點距離 也就是我們剛剛前面所講的 動點到F2 一個膠半徑 長的膠半徑 然後再減掉一個短的膠半徑 這個相減出來的X會等於2A 我們一直環到這個問題再做說明 那我們就以左右形的來做討論 左右形的我們先把灌軸給抽出來 灌軸是平行S軸 那如果中心點就像我們這個圖上的話 那剛好灌軸就是S軸 OK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它有什麼性質 首先OV OV的平方 OV的話就是指頂點 到右側的這個頂點 OV的平方會等於什麼呢? OT OT是到轉線的距離 右側這個轉線距離 OT再乘上什麼呢? OF OT乘OF OV 那剛好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等比中向 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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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一個資料上的線 在後面會有一個大資料上的線 所以這是A 然後這是C 這段是C 所以這樣子筆直出來以後剛好是second set 所以這個是理性率的一個介紹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這個焦點到漸進線的距離恰巧會等於 共和軸半長 也就是會等於B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圖形意義 就是這個焦點到漸進線的這一段的距離恰巧也會等於B 那其實這個證明不困難 我們直接就把這個什麼呢 這個漸進線我們先拉出來 後面會講是叫做BX加AY等於0 通過圓點 那所以我們這個F2的這個 我們就把這個座標定出來也是-110 所以點到線的距離公式我們把它列出來 好 這稍微劃減一下 因為A屏加B屏又等於C C屏然後去根號 好 那我們就剛好約掉以後 恰巧就等於B 所以這個直角三角形 O F2 然後到這個直角三角形 剛好也會等於這個 會全等於這個直角三角形 這一塊 O V1 然後再到上面 好 那這個編長分別就是C B A 好 這是第三個性質 好 再來第四個性質 第四個性質的話 它如果是什麼呢 互為共二的兩組雙曲線 那它什麼呢 它四個焦點會共圓 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好 因為他們的AB互換 AB互換 而且它原本左右 然後變成上下形的話 這個叫做兩組共二雙曲線 好 就像這個 左右同時配上下 然後他們共用同一組漸進線 好 這叫做兩組什麼呢 共二雙曲線 因為共二雙曲線的意思 我們後面也會再提 它其實就是這個負號擺一個位置 負號原本是在Y的地方 我們把它放到X的地方 然後AB互換 好 那它自然就變上下形 上下形 那上下形 不管AB互換 然後正負號怎麼擺 他們永遠都滿足什麼呢 A屏加B屏等於C屏 所以C沒有變 那C沒有變的話 也就是O到F1 這段的距離沒有變 那我們當然就可以繞一圈 拉了這一圈的虛線了以後 結果發現 那當然 這半徑 是以半徑為C化一個圈 所以 共二的兩組雙曲線 他們的其中四個焦點 必須會共圓 會共圓 好 第五點 焦點和轉線的距離 焦點和轉線距離的話 相當於OF OF也就是這段C OF減掉什麼呢 減掉OT這一段 這段藍色的長 這段藍色的長的話 這段藍色的長 會等於什麼呢 我們OF把剛剛的定義把它帶進去 會等於什麼呢 A1也就是C 減掉這個OT OT的話 OT這一段 等於1分之A 1分之A 因為剛剛我們知道這個比例 這是A分之C 這段比也是A分之什麼呢 A分 A是這段 A分之C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化解 變成1分之A 那最後這段長 我們可以求解出來 是C分之B平 好 那我們還是再 再把這個線 先稍微介紹一下 中心到頂點我們是A 中心到焦點我們是C 那因為離心率等於A分之C 所以C等於A1 所以我們剛剛利用這個東西 好 好 那剛剛的比例 我們又可以知道 這一段長 這一段 比上這一段 也相當於C除以A 所以我們可以推出來這一段 是1分之A 好 再來第六個 第六個正交選長 第六個正交選長 是A分之2B平 A分之2B平 好 那我們可以再把一個離心率 去寫過來以後 那我們希望要把這個C給消去掉 才會還原成原來的狀況 所以這個A分之C的話 就變1 那這個P的話 就是指 我們剛剛講這段藍色的長 我們回去再看一下 C分之B平 是不是就是指這段長 O F 減掉 OT 也就是交準距 交準距 交準距 好 所以正交選長的話 就相當於21P 是交準距 交準距 好 再來第七點 第七點的話 是共二軸長的平方 共二軸長平方 共二軸長平方 共二軸長平方的話 也就是2B 括號的大平方 它恰恰會等於什麼呢 這個正交選長 乘上什麼 灌軸長 灌軸長 就是2A 好 那你把這兩個 湊在一起 剛好就會等於什麼 2B平 這是第七點 好 這個其實 以上都不要10倍 你就當作是一個好玩 然後把一些相關的數值 一些符號租源 然後自己湊一湊 就會有剛剛 這七點的這個性質